事實上早就應該要人的檢討的制度 顧穗的人權如何避免萬年歲單 那麼這些法官 因為他們已經接受了 另外財政部分裁 財富為回復台灣最長的四瓦鐵 luding共同關係 然後也是西瓜 綸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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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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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威备 夏威备 台湾经历过戒严 多次的政党轮替 国家暴力却依然存在 法税改革联盟发起人 陈志荣教授指出 台湾政府因为威权时代的遗毒 认为政府最伟大 人民都要靠政府 所以政府才会霸凌人民 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L 今天想跟大家讨论 到底是谁在迫害国家法治 侵害我们的人权 要谈的是一个 很具指标性的人权案件 会特别提到他 是因为他横跨了二十几年 涵盖各种国家违法的手段 有法税照妖境之称的 太极门假案 今天邀请到三位被迫害的年轻人 来与我们分享 首先欢迎伊巴 大家好 我是伊巴 我是太极门弟子 小时候为了身体健康 妈妈带我到太极门练气宫 在这里就像个大家庭 师父身体的异形 教我们很多人生的道理 师兄姐互相谈心 关怀与成长 那时才过小的我 有天突然在电视上看到 手机的道观及师父声音 接下来铺天盖地的媒体报道 炸气 养小鬼等负面抹黑新闻 妈妈只叫我们小心 不要穿着练功服在街上乱跑 慢慢长大后才了解 原来当时师父师母 很多师兄姐 遭到政府违法官员多大的迫害 直到现在我三十几岁了 还眼睁睁看着这些公权力 继续霸零人民 太极门虽然源自于85年 布什黑汉 遭不效检察官后宽人 违法滥权起诉的情案 一边污指太极门弟子 进城给掌门人的进尸里 红包为诈气所得 一边主导税务原始约生 作为证 污指太极门是不习 反涉险逃漏税 统一笔所得 被指称有两种不同性质 非但荒谬 更浅的严重矛盾 在刑事法院审理期间 前财政部次长 汪德山 王柔周 均曾表示 太极门税务案件 是从刑案延伸而来 刑案无罪 课税处分就会撤销 最后国税局却实验背信 96年7月13日 经法院三审判决确定 太极门无罪 无欠税 无违反税权及正法 98年被烂权积压的 太极门师徒 也全数获得国家云与赔偿 但国税局却不撤销可税 还违法扣押 冻结 变卖掌门人资产 限制恶劣至极 慢慢长路走来 人民面对国家行政迫害的 救济管道极度的不平等 依税均计真法规定 人民需要在法定救济期间 30天内提复查夕院 差一天都不行 否则就会被以程序部 辅实质不论的理由 直接驳回 税均计真法第35条 及财政部 68年3月13日 台财税第31577号 函事都规定 复查决定应于两个月内完成 然而实务上 税捐机关却经常超过两个月 才做出复查决定 根本违背武器平等原则 以最具代表性的万年不死 违法税单 太极门税务院案为例 国税局的复查决定 每次都超过两个月 甚至被行政法院判决撤销 全案确定之后 相隔三年多 还做出复查决定 开除违法税单 全案终结之后 又再发出税单 嫌疑触犯刑法第129条 违法征受罪 看来法律只有规范人民 国税局根本是法律如无物 国税局官员坚持用 猴宽人滥权起诉的资料 对太极门开单课税 因为开除的税单 就像业绩一样 不论合法与否 业绩越多可领到 越多税务奖励金 当贪心大于良心 就出现了违法税单 行政就计失灵 最大的因素在于 行政法院法官税法 专业不足 加上没担当 也是万年不死违法税单 存在的原因 然而审判税务案件的 法官 不需要经过税务 相关专业的训练及考试 许多判决 根本直接照抄 税务机关提供的内容 用被告的证词当证据 根本就是轻鬼拿药单 89年7月1日 新宿院法正式实行 将组成宿院省议委员会 之正义 社会公正人士 学者 专家人数 由原本三分之一 提高到不得少于二分之一 但实际这些专家 都是有财税机关 相关人士担任 根本就是求人间裁判 从复查到夙愿 财政部 国税局 一贯的官官相护 偏袒自家人违法课税 让行政救济 形同虚设 人民投诉我们 苦不堪言 台湾号称民主法治国家 但我们的司法及财税体制 一直以来还延期 旧时代可救 毫无民主法治 人权可言 严重阻碍了台湾的经济发展 期盼小英政府 落实转型正义的真言 以建设名副国长的台湾 未来才有公平幸福可言 现在经济不好 年轻人穷 人民更是苦哈哈 告诉大家 目前台湾青年 又称hashtag 清贫族 hashtag 穷忙时代 aka 看不到未来的一群人 我的未来不是梦 而是一场空 遇上疫情之后 更是雪上加霜 但有一个单位 财政部 景气却很好 还可以超增税收 超前部署 比往年都还多 财政部俊来 还能克罪当业绩 爽领奖金 我就问一句 评审 税务官员违法课税 还不用负责任 不会被惩处 到底评审 接下来 让我们继续听Caster的分享 大家好 我是Caster 目前服务于一间 外申不动产公司 同时也是一位太极门弟子 民国85年 太极门1219事件发生时 港入门半年 只有国小五年纪 11岁 当时 对于发生的事情 并不太了解 身边知道我 及家人在会馆练功的亲友们 都很讶异 但随着新闻的播送 周边亲友们 看待我们的眼光 都开始带着特殊的眼光 有时候还会被询问 你们一样小鬼哦 这类不知道是讽刺 还是嘲笑的话 即便知道应该没有恶意 但还是十分令人难受 案件 在师父 师兄姐及专家的努力下 终于民国96年 刑事三审定验 太极门 无罪 无欠税 部分对于我们 较为熟悉的亲友 在审判定验后 可以理解 并关心整个过程 但仍有少数人 愿理解 并保持成见 即使我们 自证清白 但仍有人 带着有色眼光看待 太极门 是一个气功武术修行门派 我们功夫 注重身心的平衡 在平时的生活中 繁忙的工作 及快速的生活节奏 常常让人喘不过气 为了兼顾工作 及满足生活所需 小时候的我 抵抗力比较差 容易感冒 工作压力 也饮食不正常 让我肠胃容易出问题 而练功 能让我更好地调整身体 让身体更健康 现在人 生活步调太快 除了生理 还需要注意心理的健康 因为有师傅传授的功夫 能够让我更快地 发现自己的问题 适时地调整自己的状态 平衡工作及生活 无论从任何方面来看 太极门对我来说 都是不可缺少的一个部分 因为25年前 发生的案件 禅宋之境 让一个气功武术修行门派 往上不白之缘 太极门的案件 涉及刑事案件 及税务的行政诉讼 相关单位 包含司法 行政 及税务机关 96年 司法三省定议后 苦税局 仁依违法的 起诉书 开诉税单 持续以公权力 霸凌人民 苦税局 无视司法的判决 仁坚持违法税单 不愿意承认错误 太极门与国税局 在各级行政法院 来来回回多次 很令人愤怒的是 109年 8月21日 苦税局 及行政执行署 竟然联手违法 强行拍卖 太极门的修行圣地 对于一个合法立案的 外人民间团体 尚且如此 更不要说普通的民众 太极门师徒 遭受国家公权力霸凌 但仍积极到国外 传达爱与和平的理念 协助台湾拓展国际能建筑 并推动良心时代运动 参与法税改革 促进纳税人权力保护法的定定 除了捍卫自身权以外 更为了诸多 弱势税灾乎发生 太极门案件 受到诸多国籍友人的关注 于是在各个 国际人权保护议题上 被提出讨论 台湾行政机关的官僚主义 让我国民主法治 沦为国际效比 机关国税局尽快良心决心 撤销违法税单 反公平正义与太极门师徒 这些从小在太极门长大的师兄姐 太极门在他们的人生中 占了绝大部分 假安的发生 对这些青年造成了巨大的伤害 但太极门有更多 是从青壮年就入门的师兄姐 直到年华老去了 正义仍未获得真正的平板 更不用说那些 等不到真正的正义 就离开人世的师兄姐了 太极门案件 攸关人权迫害 已经成为国际瞩目的案件 天赋人权 是上天赋予地球上 每一位公民皆有的 生命权跟生存权 侵害人权 就是侵害全部 拉低全部人的人权保障 我们先来看一段 意大利宗教学者 Dr.Maximo的影片 I would have very much liked to participate about Taiwan a country whose culture very much I admire and love and the third is this side event is about Taijiman and its cast for justice Taiwan shares with Italy the problem of transitional justice it is now living democracy but it was not always so it went through the period of martial law when human rights and religious liberty were not guaranteed but even after the period of martial law ended there were still residual features of the non-democratic Taiwan and one example of this is what happened in 1996 with a politically motivated crackdown on religious movements believed to be non-supportive of the then Taiwanese president Taijiman, a spiritual school rooted in esoteric Taoism was really not involved in politics but became a victim of the crackdown the grandmaster the chief of Taijiman and his wife went through the humiliation of being arrested they were tried and they won they emerged victorious from the trials and at the end of the criminal case they were even given a compensation for the unjust detention however something remained a tax case where Taijiman and its leader Dr. Hong were accused of tax evasion by the National Taxation Bureau even if all courts in Taiwan up to the Supreme Court have stated that there was no tax evasion but showing as I mentioned the problems of transitional justice and the residual of authoritarianism this tax case went on and on until in 2020 land belonging to Dr. Hong and intended for a spiritual cultivation center of Taijiman was auctioned and then seized and that generated some of the most massive street protests for spiritual or religious reasons in Taiwan's recent history why are thousands of people in the street? not for the money Taijiman might have settled and spent much less than the plain cost of the court cases not for a domestic Taiwan tax law issue not for a private problem of Dr. Hong but for a question of principle of justice and of religious liberty and I believe it's for this reason that reconstructing this case which is a tax case but it mostly a freedom of religion is important within the context of this magnificent event Thank you Hello,大家好 我叫Morty 今天很高兴 有机会来参与线上论坛 发表自己的感受 我是一位太极门弟子 当我还在妈妈斗自己的时候 我就跟着妈妈一起练气功 我一出生 就在太极门 成长到现在已经27岁了 太极门可说是我第二个家 今天想与各位分享 太极门教会我生命的价值与意义 我的师父 太极门掌门人 红稻子博士除了教导我 练气、练心、修心、养性外 我们也展现对国家以及世人的爱 历年来十次受国家邀请 八次参与国庆表演 更在2017年台北举办 世界大学运动会时 参与开幕序曲的展演 共同祝贺各国选手都能创下家机 在师父的带领下 我们试图一同走访世界 101个国家 300多个城市参与过3000多场国内外文化展演 传播爱与良心的种子到各地 我的师父在1999年8月1日 美国旧金山国际武术节 发表《异心世界快乐之源》的演说 向世人阐述太极门亲善文化访问团 从事世界文化交流的宗旨与本心 他说 希望弟子将过去所学到的好 体会到的好 经验到的好 散播到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这是我的师父洪道子博士 致力于一生教导弟子走在正确与爱的道路上 太极门奖案至今25年 我看到的是官员们屡次知法犯法 百般刁难 违反程序正义 民国92年 前中区国税局局长许于哲 对80到84年度 纵索税 做成重合复查决定时 已有盈利赠予证据 未造调查结果 而对当事人为不利之处分 后来又因为升任次长 而后担任宿院会主任委员 他的立场已有偏颇 属于有利害关系 本应要自动回避 但他却未自请回避 明显违反宿院法第55条 宿院委员与有利害关系 应该自行回避 不得参与之规定 求援兼裁判 严状侵害人民受宪法保障的宿院权 在国内以及国外 已有许多专家学者看见这件案子 并勇敢挺身而出 执政台湾官员犯的错误 传递正确讯息 让太极门案被更多人关注 前高雄国税局检任机和黄坤光提到 太极门案是最为明显的栽赃亡网法 非法课税 却套用合法课税假象 现在真相已经清楚明白 却还不撤销违法税单 还去执行不法行为 禁临驾五愿 太极门案怪异地方 可以申请经事记录 2021年国际宗教信仰自由高峰会的大会 共同主席 San Brown-Bake 在大会强调 我们相信政府的作用 是保护一个人与生俱来 为自己的灵魂选择未来道路的权利 我们的蔡总统在2014年也曾在社群上说过 是民主把我们团结在一起 是民主容纳了我们的多元 也是民主教我们尊重彼此的差异 请听彼此的声音 因为有民主 我们才能成为这个国家的主人 被视为民主灯塔的台湾 现今仍存在遭受人权迫害的 陈清旭案 黄文黄案 太极门假案等 实在令我不解以及愤慨 再和各位分享一个故事 我的朋友小美在网络平台上 购买了一个被卖家以不实资讯贩卖的商品 店家打着授权正版的名号贩卖盗版商品 小美发现不对劲以后 赶紧跟店家取消这笔订单 店家不但不理还立即出货 甚至反指控小美恶意退款 小美荆棘争取上诉的权利 搜集证据提供给网络平台 最后她得到这笔399元的退款 也检举这家不实商店 商店被成功下架 我听完这个故事就跟小美说 你很有良心 没有姑息养奸 甚至帮助了其他有可能受骗的人 小美跟我说 对啊 虽然这个钱不多 但是不实商店做的事情是不对的 应该要受到惩罚 我的师父教导弟子是非对错真假 坚持作对的事情至今25年 侯宽人违法滥权所衍生的太极满甲案 仍未能平反 正义这条路虽然很辛苦 我们依旧秉持和平理性良心 一循正道前行 为自己发声 为世人发声 人人有良心 天下皆太平 人人有快乐 家家皆幸福 在此引用一句 前美国总统柯林顿顾问 肯尼斯教授所说的话 送给违法官员 It's never too late to do the right things 祈愿在台湾 世界各地 不再有人权迫害的事情发生 谢谢大家 谢谢Multi的分享 我们希望台湾是真正的民主 是法治而不是人治国家 更不应该用威权时代的思想来统治人民 这就跟塔利班扼杀人权是一样的道理啊 台湾财经刑法研究学会理事长陈志荣臣表示 人人几乎都是税灾户 前财政部部长张盛和林权 在媒体上都说抽税就是拔额毛 把人民当额拔毛 这种观念是错的 人人生而平等 国税局违反程序正义 不应该把人民当额毛拔 在一个民主国家 所有权利来自于人民 面对不公益 人民要觉醒 国家才会有希望 面对不公益 只要站出来 就有无限可能 最后想跟大家分享 由Dr. Massimo指导的影片中 其中两位国际专家学者 对于太极门案件的分享 谢谢大家今天的收看 The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stated in a ruling in 2011 in the case Association of Jehovah's Witnesses versus France that through its tax administration France had unduly harassed a group that had been illegitimately put on a blacklist of so-called harmful counts The court went to explain that monetary offers made by devotees to their spiritual leaders or organizations are obviously gifts The court concluded that considering donations as taxable payments is a typical way that some governments use and misuse to discriminate against movements that they don't like but this is illegal under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law I think that it is as bad if not worse to allow an injustice to continue as it is to create the injustice in the first place and that is what's happened here with Tai Chi Men Tai Chi Men are not fighting for themselves only They raise a crucial question of justice freedom of belief and human rights In this sense we are all Tai Chi Men The injustice perpetrated against them is injustice against all of us Their victory will be our victory so if you have more than the first place of all of us it is that we will take and we can in the second place and I think the that is we are that bear in the second place and we can